你好 公哥生物小講堂 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基因的表現 這個4-2的部分 我們在4-1介紹了DNA是怎麼樣進行複製 接下來我們要切入到分子生物學的中心法則 這個中心法則包括前面講到DNA的複製 還有DNA會轉入出RNA RNA會轉液成蛋白質 這個轉入跟轉液的過程整個加起來 我們又把這句話叫做基因的表現 我們現在知道基因它其實是一個片段的DNA 那可能會表現出某種有功能的蛋白質 所以從DNA藉由RNA到蛋白質的這整個過程 讓一個細胞它會變成獨一無二的或獨特的細胞 例如說我們全身上下每一個細胞 其實都具有血紅素這個基因 但是只有紅血球會表現出血紅素這個蛋白質 所以血紅素在蛋白質裡面 更正血紅素在紅血球裡面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蛋白 而為什麼會表現出這個蛋白質 那就牽扯到這個血紅素這個基因的表現 所以這個轉入跟轉液的過程非常重要 而我們這一支影片四支二的章節就是要介紹轉入跟轉液的過程 那首先我們先來介紹一下RNA 因為DNA會轉入成RNA RNA它通常是單骨的多核甘酸鏈 然後它的構成成分包括這四種單核甘酸 包括AMP、UMP、CMP跟GMP 相比於如果我們比較一下 如果是構成DNA的核甘酸的話 它的成分就會是 底AMP、底TMP、底CMP跟底GMP 這邊會加個D的意思代表是 它的核糖是一個去氧核糖 然後構成DNA它的氧氮碱基 跟構成RNA的氧氮碱基也不一樣 DNA是ATCG RNA是AUCG 這應該都已經是老生常談了 我們的重點 總算高中要第一次仔細介紹 我們細胞裡面最常出現的三種主要RNA 第一個我們介紹核糖體RNA 之前在介紹到胞氣的時候也都講過 核糖體是由RNA加蛋白質所構成 而這個RNA是有特別的名字的 我們把它就叫做核糖體RNA 核糖體的英文叫做ribosome 所以是以R開頭 這個叫ribosomo ribosomoRNA 這個只是讓各位看到說原來那個R是這個字 是核糖體這個字 這個ribosome RNA在細胞裡面含量是最多的 然後它會跟蛋白質共同組成核糖體 這個RNA還蠻早就被發現 因為我們在研究核糖體的構造的時候 就發現裡面具有這種RNA 所以它的功能會跟合成蛋白質有關 這個我們之後介紹到轉譯作用 RNA怎麼轉譯出蛋白質的時候 會仔細介紹核糖體的功能 核糖體的位置是在細胞質裡面嘛對不對 可是DNA是在細胞核裡面 所以既然合成蛋白質的這個場所在細胞質 那就代表著DNA應該要靠某種訊息 把這個訊息這個訊息也是一種RNA 把它帶到細胞質裡面 讓細胞質可以的核糖體可以做出蛋白質對不對 好所以就推論出應該會有第二種RNA 這個RNA叫做mRNA mRNA的m呢代表是message messenger 這個Facebook它有一個附屬的軟體 叫messenger嘛 好那所以這就是那個m 所以它代表的就是傳訊的意思 訊息訊號的意思 它的功能就是擔任DNA跟蛋白質之間的一個橋樑 通常我們在介紹DNA轉入RNA的時候 也會以它作為例子 也會以它作為例子 因為它後續會進行轉譯作用 然後這個mRNA的上面呢 會每三碼會形成一個所謂的密碼子 這個有的時候我們會把它叫做三連密碼子 每三碼的密碼子可以決定一個氨基酸 這個詳細的決定過程 一樣我們後面再講到 關於這個mRNA的存在 比較早期推論呢是由赫希所發現 這個赫希就是我們在很之前的影片 在講到到底染色體它是由DNA加蛋白質構成 而到底是DNA還是蛋白質才是遺傳分子呢 才是我們的生命分子 然後赫希跟蔡斯他們呢 用那個氏菌體用一種病毒來證明啊 應該是DNA比較重要 所以呢赫希呢他在研究氏菌體的時候 他也發現了一件事 這個氏菌體在感染大腸感菌之後呢 這個大腸感菌會產生一些新的RNA 而且這個RNA的序列會很接近氏菌體的DNA 為什麼會這樣 那當然我們後來就推論 可能是這些氏菌體DNA做出了一些訊息的RNA 這個訊息RNA就是這個所謂的新RNA 然後可以讓它後續去產生病毒它所需要的蛋白質 所以這個新的RNA應該就是所謂的mRNA 這個就是早期我們找到mRNA的一個證據 最後一種RNA叫做TRRNA 這個T代表的是Transfer 代表是傳送的意思 傳送什麼呢 它會帶著氨基酸而來 RNA它之所以有辦法利用mRNA上面的密碼子 可以把它表現成氨基酸序列 就是要感謝這些TRRNA TRRNA的形狀長得也很可愛 在那個教科書裡面把它描述成三葉木樹草 看起來的樣子是一個很蠻特別的結構 各位仔細看這個TRRNA 它還是一個單古的RNA 但是它會自己跟自己形成氢件 自己跟自己形成氢件 我們把一個形成氢件之後成為一個這樣子的結構 我們把它叫做一個髮夾 hair loop的結構 所以這邊出現了三個髮夾 而在下面的這個髮夾的這三碼 我們把它叫反密碼子 這三個反密碼子呢 它可以跟mRNA的密碼子 會進行一個互補的配對 也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三連密碼子可以對應到特定的反密碼 對應到特定的氨基酸 氨基酸會接在這個地方 這邊會是一個特定的氨基酸 也就是因為如此 所以RNA的序列才有辦法被翻譯成氨基酸的序列 這些一樣都是在轉譯作用 我們再做仔細的介紹 然後最後要強調一點 因為我們太常在轉譯作用 轉譯作用的時候都是以mRNA作為代表 但請不要忘記 rRNA、trRNA 他們也都是由DNA轉譯而成的喔 只是只有mRNA會繼續往後轉譯成蛋白質 而在轉譯蛋白質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核糖體RNA所構成的核糖體 還有需要trRNA帶著氨基酸過來 才能夠完成轉譯作用 以上先一個簡單的介紹 後面就要開始介紹轉譯作用囉 還有櫻子